今天來簡單介紹一下 國際版的傑米妮 調侃一下,這是國際版新章節 新作片 簡單介紹一下這次的新角色吧 傑米妮 呃...種族天文 回復型,血量4600 攻擊力10200 回復力6000 呃... 這個種族真的...不得不說國際服真的很有才 有亂七八糟搞一大堆... 微妙的種族 搞個天貨起來單種族 配合度上可能就是有種... 死不上進的Fu啊 柱子的方面的話還算OK啦 就血量偏少以外 攻擊還算OK 沒有做到非常的慘淡 那回復力的話就是標準... 標準數字 不高不低 技能的方面 賦予天文角色護盾牽 傷害屬性珠轉為炸彈C珠 綠色珠 一回合黃珠轉 新珠自身C珠掉落 三回合自身攻擊 CD3 恩... 給護盾的方面是非常幫角色的 對... 感覺起來就超級難用 傷害珠 屬性珠轉 炸彈C珠 綠色色珠 這個... 可能... 等一下要再去測試一下 一回合黃轉 黃轉 新自身C掉落 就是... 兼顧回血跟... 輸出的方面 但是假如能把新珠 融為... 綠色色珠 的話會... 更好 然後... 最後一行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幹嘛 自身封氣三回合 這根本就是自打嘴巴嘛 你要的話就乖乖的把技能寫成六回合 你要你自己封氣三回合的話 這樣子... 一大堆東西又不能吃 連減CD都沒辦法 已經沒有黑掉了 連減CD都會被打死耶 這兩個都還真不知道 國際指導會在幹嘛 靠我的頭 沒辦法 C技能的部分 給予單體... 以回復比例 給予單體超大傷害 一回合全角色迴避提升 呃... 超大傷害是偏可惜啊 可以到激烈的話 傷害是更好 但是... 假如說... 能配... 這個回復力上升 不可能只要配得好 應該... 傷害應該是不低啦 然後這個是被全隊的喔 所以... 沒有說綁種族、綁屬性的問題 可能在一些地方有效嘛 但是那個新年... 自身封氣三回合真的很討厭 被動的部分... 傷害破壞... 嗯... 算是... 需要啦 算大衝 但是第二行 動物減傷50% 這就... 這就問號了 這已經是做球了 這個動物減傷50% 絕對是做球做到死 平常根本就不到吧 然後... 第二個 任... 任意角色發動 主動計時 天文或回復型角色 不受到傷害做破壞 啊... 又是... 又是一個所... 所... 所種族 天文都少 國際服政不知道在幹嘛 喔... 真的是... 這角色真的是可以被... 槍得... 亂七八糟了 但是... 假如說在補個回復型 傷害做破壞... 欸... 上次那個雅伯交絕 說不定就可以... 配合得到了吧 應該啦 雅伯交絕 應該... 缺破傷害 啊... 不行... 反正就是... 被動的感覺起來 也... 不是... 這麼的好用 被動3 一次點按連鎖15個以上 綠色色珠的時候 回復15 每回的最多可以發動3次 喔... 這就真的不得不講 一次要連鎖15個綠色色珠 你手臂啊 太多了啦 而且在沒有綠色色珠連鎖中 他想要一次連鎖15個綠色色珠 而且在一直的狀況下 喔... 好痛 我真的覺得他可以把它改成說 怎麼一回的破壞 30個綠色色珠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還比較有機會達成 好像也很難喔 啊...這個應該比較好用啦 反正就是這個... 不做特別的... 組合的話 基本上... 也... 有黑掉 應該也是一樣 尋常驅射啦 然後破壞傷害珠的時候 掉落5個自身幾乎大 這個應該沒有限定說 他自身在前頭 所以說... 這應該是很好拿來做一個 解Debuff的... 呃... 被動 因為... 只要傷害多久可以掉5顆 好... 順便補個小傷害 應該不多不少微妙一下 好啦 那麼... 簡單結論一下 這一次的... 傑米諾... 恩... 你要說強嗎? 恩... 不強... 弱... 也...不算弱 恩... 啊... 說... 該抽嗎? 嘶... 也不是那麼急啊 就是因為... 畢竟... 他... 太... 他的所有技能方面 不管是被動還是技能方面 都太偏向... 嘶... 偏穩了 然後... 對... 就是因為太偏刻了 他的所有的技能方面都太偏刻 所以導致說他可能使用度上可能就不太... 靈活 然後... 不得不說被動三刃比較簡單 好啦 就這樣 那麼... 覺得我這次的講解實用的話 記得點個喜歡 覺得不實用的話 你還是要點個喜歡 然後... 別忘了訂閱跟小鈴鐺 那麼... 下一次的角色介紹 對不對 下一次再見啦 大家掰掰